以至一个数加上9乘9减去9除以9 结果呢还是9 让我们求这个数 这道题的话呢 给了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 给了中间的过程 让我们求原来数 所以它其实是一道环游问题 环游问题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掌握一个思维呢 叫做逆向思维 今天方老师的话呢 给你们画好一个火车图 图会画题目的话呢 就马上会做了 怎么做呢 你看好我啊 他让我们说原来数 加9乘9减9除以9 最后答案呢还是9 让我们求它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让火车去掉头呗 但是呢请注意了哈 火车掉头扶号呢一定要变 比如说加号一定要变减号 乘号一定要变除号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数除以9 诶会等于9 那反过来这个数是多少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 让除号变成乘号 乘9就等于81 同样道理哈 一个数减9等于81 这个数是多少 那么反过来 我们就直接把减9变成加9 所以这个数呢就等于90 那以此类推 乘号我们就变成除号就等于10 一个数加9等于10 那反过来这个数 诶不就会等于1吗